大家好 那這一台RoboMaster已經組完了以後呢 我比較喜歡用遙控器來控制它 因為它的SBUS的端口 現在可以支援這種標準的遙控器 那這一個就是這種遙控器的接收機 我們就把它電池接上去 看它會不會亮個燈 它確實有亮燈 代表這個是已經連通了 控制模型用的伺服器 我們來試一下看看是否可以連結 如果搖桿可以動作的話 那就是OK了 我們這一個動作看看 可以 那這邊總共有支援這樣子 這樣子 還有這樣 這樣 還有三個開關 在RoboMaster裡面 這邊有一個端口是支援SBUS的 我們用它原本的附的工具 我們把這上面的蓋子的兩個螺絲打開 這個地方最底下這一格 這個就是標準的 它有一個寫一個SBUS 那這個就所謂的匯流牌 就是接一條線進去 控制七八個channel的訊號都會由這一條進去 它這邊的輸出端是SBUS輸出端 接進去這裡所有的搖桿訊號就全部透過這條線進去 蓋的時候小心一點不要去壓到線 蓋的時候小心一點不要去壓到線 那貼件一段的話 接收機就廢了 我們先把RoboMaster的電源打開 好 接收機的電源燈有亮了 有亮的話就代表訊號應該有進去 那這時候我們做動 都沒有 那我們這邊 有一個Function的調整 這個是遙控器裡面的專有設定 點進去 好 這個就是前面一二三就是搖桿動作 下一頁的話就是所有開關 五六七 第八四五另外做 這個部分 撥了以後 基本上它就會動了 這個是底盤鎖字鈕 把它往上一翻 那就可以動作了 好 接下來我們就會來測試一下 它到底實際上的性能 有沒有像我們想的那麼好 我們來測試一下 現在進這個上下 然後這個左右橫移的部分 前進後退 那這個一樣可以做三個速度的切換 這是慢速 全速就是這樣 還有中速 高速 那不然原本用APP要切換會比較慢一點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去做一個 比較細膩的動作 好 以上就是這樣的示範了